2022年3月27日,有一名河南七岁的女孩在做核酸的时候失踪了,一个七岁的孩子竟然在家附近做核酸居然会离奇的失踪了 经过警方两天的全力搜查之后,最终确定了这名女孩已经遇害,而嫌疑犯则是同村的一位76岁的老人 这样的人间惨剧发生之后,让许多人不仅唏嘘 熟人作案在近些年来的犯罪统计当中,几率特别的高 在11年前,四川省德阳市茶花巷内的一个小区下水道里就曾经发现了三具无名女尸,成了轰动一时的德阳下水道藏尸案 2011年3月的一天,居住在四川省德阳市茶花巷11号的居民 突然就发现下水道堵住了,而且还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由于这个居民小区的隔壁就是一间茶社 平日里,茶楼的老板就把茶叶往下水道里边灌 于是,居民们就找到了茶楼的老板,向他抱怨,认为这下水道被堵 就是因为那些茶叶残渣给造成的 自知理亏的茶楼老板就花钱请来了疏通下水道的工人 帮忙把下水道给通一通 可谁知道,当工人们打开下水道的井盖的那一瞬间 每个人都吓得是大井失色 在井盖的下面赫然出现了一只腐烂的人脚 原来,堵塞下水道的不是茶楼老板倒下去的茶叶残渣 而是一具尸体 虽然说,疏通管道的是已经年过半百历经过大风大浪的老师傅 但是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吓得是浑身直哆嗦 围观的居民们也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于是,小区的居民马上就报了警 然而,警方进行了深入的勘察之后 却发现,事情远不止一具尸体这么简单 而凶手的杀人动机 更是荒谬的让人难以置信 警方接到报警以后 德阳市公安局的民警 立即对这个出现了尸体的下水道进行了挖掘 这越挖就越让所有的人感到毛骨悚然 这个下水道,紧邻小区的门卫市 下面是一个化粪池 为了隔离臭味 门卫市的地面与化粪池之间有两层井盖 被发现的尸体就在中间的夹层里面 当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尸体已经是完全腐烂 经过警方两个小时的挖掘 一堆衣物和森森的白骨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当警方把白骨拼接完成以后 正好是一个人的骨架 这具尸骨的骨头呈黑色 头盖骨覆盖着一团长长的头发 盆骨处比较宽阔 经过法医鉴定 尸骨没有明显的伤痕 是一名女性 死亡的时间应该在两年以上 可让人不解的是 这个小区正好是位于德阳市的一个闹市区 门口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茶楼 这里边每天都是人流如枝 热闹非凡 怎么可能会突然的出现一具女尸呢 死者是谁 凶手又是谁呢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 更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 通过民警的进一步侦查发现 小区下水道井盖一共有两个 除了门卫市门口有一个 在门卫市里面还有一个 乍一看 这个门卫市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总共一大一小两个房间 房间里面非常的昏暗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 墙壁上还滴着水 但是在民警的眼里 这个门卫市里有一个地方 显得格外的特别 那就是门卫市里的另一个 下水道井盖 居然有人用水泥给涂抹过 这用水泥涂抹过 就说明这个井盖曾经被人打开 然后又给封上了 而且是准备将它永久的封上 这就极其的不符合常理 那么这个被水泥涂抹过的井盖下面 会不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随后民警就想办法把这个下水道井盖 给打开了 果不其然 这个井盖下面也隐藏着更加惊人的秘密 当井盖被打开的那一瞬间 一股刺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 又一具尸体赫然的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这仍然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剩下的还是一堆白骨 随着挖掘的深入 警方觉得 这个下水道井盖下面所藏里的秘密 似乎还不止眼前看到的这些 因为他们在底部又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 五分钟以后第三具白骨也被挖掘出来 随着挖掘出来的还有一件女士的内衣 加上在门卫市门口的下水道中发现的女性尸骨 三具尸骨都被凶手放在了下水道的夹层当中 被藏尸的时候 三个受害人都几乎是一丝不挂 他们的衣服只是简单的盖在了尸骨上 经过法医对这三具尸骨进行的尸骨连接推断出来 一号尸骨大约18岁 二号尸骨大约16岁 三号尸骨大约38岁 而且全都是女性 死亡的时间也都是在两年以上 一个闹市小区的小小门卫市的下水道里面 居然会藏有三具尸体 这么多年以来 住在小区的居民对此竟然是一无所知 根本就毫无察觉 这想起来都令人头皮发麻 这起案件立即的就震惊了整个德阳市 这些死去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人 她们因何而死 凶手又是什么人呢 警方马上对此展开了分析调查 小区门口是热闹的市区 每天行人是川流不息 如果是凶手杀人以后遗失到这里 那么肯定会有人看见 而且现场挖掘出来的尸体呈蜷缩状 没有尸僵的迹象 所以没有尸僵的迹象 所以门卫市很有可能是第一凶案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 死去的这三个女人的死亡时间 都是在两年以上 甚至更早 但是经过警方调查 这些年周围的居民都没有听到 任何异常的声音 那么又是谁把她们无声无息的杀死在这里呢 这三个女人又是谁呢 由于案发的时间 距离现在时间太久 已经没有办法检查出来任何的血迹 但是既然三个女人都死在这里 她们和这间门卫市肯定有着神秘的联系 那么这个阴森的门卫市里究竟都住过谁呢 德阳市公安局行政大队的侦察员们 把历年的从2000年到2001年 所有的门卫市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物馆人员进行了走访 了解到 这个门卫市里曾经住过网吧的网管 工地的临时建筑工 还有一个年过半百的门卫老头 然而 对于他们的印象 住在这里的居民都非常的模糊 再后来这个门卫市又空闲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底还有谁住过 都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就在事情陷入到困境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在警察排查的过程当中 负责失踪人员调查的这组民警 有了一个发现 中江县的一名陈姓的男子 曾经向警方报案说 他的妻子谢方 在2006年6月份的时候 突然就失踪了 至今也没有找到 而这个谢方 他的年龄 身高 以及体态特征 都与其中的一具 年龄约在38岁的尸骨 非一场的相似 谢方的丈夫说 06年的腊月23那天 他从老家回到了德亚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 发现妻子不在家 他就给妻子去了个电话 妻子说 他正在买菜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到家 自从那之后 他的丈夫就再也没有等到他 一直是杳无音信 很多人都认为 谢方是因为有外心 跟别人私奔了 直到五年后 在大家已经渐渐淡忘了 谢方失踪一事时 突然有一天 他的丈夫在醒来的时候告诉大家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 谢方已经死了 他还披着头发告诉丈夫 说他很冷 当他的丈夫把梦境 告诉自己的岳母的时候 岳母长叹了一口气说 人可能不在了 对于自己妻子的失踪 他一直觉得 是有蹊跷 这托梦一说 尽管很迷信 但却更让他坚信 自己的妻子肯定出事了 于是他这才报了警 警方立即来提取了 谢方父亲的生物剪裁 做了DNA的比对 很快 这个比对结果就出来了 确定了在茶花巷 11号门卫室里面 发现的第三具白骨 正是谢方 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 一个来自中江县的 38岁的女人 怎么会不明不白的 死在了德阳市的 一个小区的门卫室里呢 这个时候 案发小区周边 有一个居民的话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他说 进那个门卫室里的女人 都不正经 那么 谢方来到这里 做什么呢 他是来找门卫室里的 什么人呢 在警方进一步的走访过程中 有一个人进入到了民警的视线 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这个人就是在此居住过 并且担任过小区门卫的赖兴发 从2003年到2008年期间 赖兴发 一直在茶花巷11号担任门卫 这个人有钱科 坐过牢 犯的是强奸罪 那么 凶手会不会 就是他呢 但是 这个赖兴发 已经61岁了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真的会是 这三起命案的凶手吗 据民警调查 这个赖兴发老人 已经离开茶花巷三年了 他也是最后一个 住在门卫室里的人 当初他为什么要离开 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在民警的调查中 还发现了一个事 周围有一个群众 和这个赖兴发喝过酒 喝酒的时候 赖兴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在这个地方 谁要是把我给惹到了 我就砍死谁 这句话 让民警觉得 赖兴发更加的可疑了 经过摸牌调查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 赖兴发的窝藏地点 警方决定 立即对他实施控制 没想到 面对从天而降的警察 赖兴发 一点都没有露出诧异的神情 并且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门卫室下水道的三个女人 都是被他所杀 至此 三具白骨 剩下的两具身份 终于得到了确认 一个是18岁的重庆女孩 张力 一个是16岁的云南女孩 唐燕 还有38岁的四川中江人 谢方 然而 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但依旧有很多的问题 依然是没有解开 不如花甲之年的赖兴发 为什么会杀害这三名女子 这三名与他年龄悬殊 如此之大的女人 与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就悄无声息的疯狂作案呢 六巡老汉为何行凶 获起财色 引人深思 根据赖兴发脚蛋 他其实不是德阳人 上个世纪80年代 他因为工作调动 来到了德阳 结果 没过多久 就因为强奸犯罪 被判刑六年 这样一来 老婆自然是跟他离了婚 孩子也没有判给他 六年以后出狱 赖兴发就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他就四处的漂泊 最后在德阳市茶花巷 11号坐起了门位 2004年的一天 他邂逅了第一个受害者 当时只有18岁的重庆女孩 张力就居住在这个小区的火锅店 集体宿舍里 有一次张力划破了手 就找到了坐门位的赖兴发 讨了点白酒 擦拭伤口 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向赖兴发要了白酒之后 张力就走了 但是没过几天 他又回来了 这次他是向赖兴发借钱 赖兴发 借了50块钱给张力 又得知到张力没有地方住 就主动的邀请他 晚上到门位室来住 18岁的张力 就这样住进了 茶花巷十一号的门位室 和55岁的赖兴发 过上了同居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几个月以后 两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 张力再一次向赖兴发借钱 这次要借1000块钱 赖兴发当时没有那么多钱 也借不到 当即就拒绝了张力 然而张力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彻底的激发了赖兴发 在心中的恶念 张力说 你必须要借我1000块 少一分钱都不行 不然我就告你强奸 据赖兴发所说 当时张力吼这句话的声音 比较大 他没有多想 就掐住了张力的脖子 两三分钟之后 张力就没了动静 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赖兴发 异常的冷静 因为那段时间 整改下水道 在上水泥之前 赖兴发围观的时候 知道了下水道 是有分层的 可以巧妙的存放尸体 随后 他就把井盖给撬开 把张力的尸体扔了进去 杀害了张力之后 赖兴发 依旧是若无其事的 继续住在茶华巷十一号的门卫室里 张力的失踪 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一年以后 也就是2005年的一天 第二个遇害者 16岁的云南女孩 唐燕出现了 这个女孩是来找人的 赖兴发就主动的问女孩 要吃点什么 还给她买了包子 就这样 认识了之后 唐燕就经常的来小区 一来二往的 唐燕也开始向赖兴发借钱 这次 赖兴发又是借了50块钱给唐燕 同时 对她假意的关心起来 得知到唐燕没有地方住 又主动的邀请唐燕来门卫室住 同样的理由 无家可归的唐燕 就这样 住进了茶华巷的门卫室里 她全然不知 那几天给她买包子吃的男人 是一个大恶魔 没过多久 唐燕向赖兴发提出要求 说自己在这里没有手机 要求赖兴发拿一千块钱 给她买一个手机 就这样 两个人因此而发生了争吵 这一次 唐燕说出了张力曾经说过的话 唐燕说 不给钱就告你强奸 这一次 赖兴发同样是没有忍住 对唐燕下了毒手 由于门卫室的下水道的空间 并不大 之前赖兴发已经塞进去了一具尸体 他发现已经再塞不下了 于是赖兴发就把唐燕的尸体 塞进了门卫室里面的下水道里 而这个藏石地点 离他的卧室仅有一墙之隔 之后赖兴发继续的若无其事的 进行着自己的门卫工作 又过了一年 2006年第三个受害者谢芳出现了 这个女人曾经把赖兴发迷得是晕头转向 但是随后同样的剧情又发生了 谢芳向赖兴发借一千块钱 要去修房子 这次赖兴发依旧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捂住了谢芳的嘴巴 使劲的掐他的脖子 直到他弃绝身亡 死后的谢芳同样被赖兴发塞进了之前 放唐燕的下水道里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居然是这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而且还跟尸体一起住了几年的时间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赖兴发杀死这三个女人的原因 就是他们同样的向赖兴发借钱 遭到了拒绝 用了同样一句 你不给钱 我就要告你强奸 去威胁赖兴发 赖兴发每天同三具尸体 居住在一起 说不害怕 那是骗人的 据赖兴发交代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 三名女子临死之前的样子 让他心惊胆战 同时他也知道 总有一天 尸体会被发现 而自己也是无法逃脱 三个死者的贪财 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 但是死无对证 这些事情都是赖兴发的一面之词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大概只有赖兴发自己知道了 然而赖兴发杀害三名女子 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给大众 特别是独身女性 敲响了警钟 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因为对方长相老实 或者年龄差距大 就放松了警惕 赖兴发与三名受害者发生关系 无不是他利用了 身处困境的人的心理 来促成的结果 但是最后 他却不能承担 招惹这样女性的后果 而选择了杀害他们 今天楼讲的这起案件 实在是一种藐视法律 和道德的表现 到了最后 赖兴发被判处了死刑 虽然赖兴发 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可是三名女性 却再也不能复生 老欧今天讲的这起案件 给所有的女性 都敲响了警钟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必须要时刻的提高警惕 好了 感谢您收听 老欧讲大案 老欧讲大案 警示迷途者 唤醒梦中人